福仁大學連續兩年榮登企業挨勇大學 今年福大更與新北市合作辦理就業博覽會 吸引46家企業前來校園爭才 超過2000個職位 讓學生可以現場投地履歷及面試 為自己創造無限新未來 新北市政府與福大學生事務處 在3月24日舉辦校園就業博覽會 熱舞社帶來精彩的開場表演 多元的舞步搭配K-POP曲風 為福大就業博覽會揭開序幕 展現出大學生面對就業仍有創新、熱情的一面 博覽會現場有46間企業 市數約2000多個職缺 新北市長侯友宜也來到現場為學生加油打氣 鼓勵福大同學畢業後留在新北市就業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一個平台 能夠讓我們古大的年輕的朋友 能夠在新北市找到一個好工作 所以今天特別以無限性未來 期待古大的同學們 畢業以後能夠在新北市服務 這次的就業博覽會也特別設置科技主題館 館內科技公司為醫學院與理工學院長期合作的企業 即位也是輔大校友的總經理來到攤位 尋找未來醫療科技和數據分析的人才 校長陪同市長到主題館內了解產業資訊 攤位的工作人員仔細向市長介紹企業展出的科技產品 我們主要的產品是將數位的資料儲存在醫療支援系統 現在我們將相應的技術轉到行動裝置 像我們常見的iPad或者是我們的手機裡面 以行動的醫療應用方案提供臨床的醫護人員直接的使用體驗 去年疫情肆虐 許多產業面臨營運困難 紛紛關閉直缺 甚至無法提供大學生實習機會 就業機會成為畢業生最擔心的問題 對疫情的影響蠻多 像去年在早實習的時候 就比較少開直缺 就有些大公司考量到疫情的關係 就是關閉直缺這樣 還是有很多的企業 他們還是非常需要很多的人才 那所以我想如果同學可以及早的部分去做一些思考 然後把自己的專長的部分也去找到自己合適的 跟有興趣的工作 那這個部分也很重要 大學期間該如何充實自己提升未來就業競爭力 學務長勉勵服大學生可以多學習其他專業 運用學校資源參與微學成或是跨領域課生 曾經實力也為自己爭取更多就業機會 記者馬橫橫一將 吳伯瀚報導